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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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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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是浪大 那今天的講題是關於電吉他效果系 那這個專案我們有個名字叫做MuRock OK 那我來自成功大學是電器系列年級的學生 那如果聽開場應該知道我來自一個成大的社群叫C4Labs 那這個專案就是我和C4Labs的成員在修課過程裡面做出來的一個成品 OK 那講一下為什麼會做MuRock這個東西 我和我在C4Labs的同學都是其他手 那我們有在想說 我們就是會有效果器的需求 那市面上產品大概一個都要數萬塊左右 那我們就想說我們應該可以自幹一個 因為它的硬體成本大概是幾千塊而已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這一段歷程 那我先講一下什麼是其他效果器 我們舉幾個例子 一般類比效果器是一種種類 那就像我手上拿的這種類比效果器 那它是使用傳統電路的方式 每一顆是一種效果 要穿進很多顆像投影片上面這樣才能夠有很多種效果 那這種就比較笨重 那比較昂貴的方式 那有一種是數位中和效果器 它是多種的效果會放在一個效果器上面 就像後面這樣它整個是做在一起的 那它是用CPU或DSP用運算的方式 數位方式產生效果 不是在用傳統用類比的元件 那這個計畫 我們一開始是希望我們可以有 比較更容易取得比較便宜的東西 所以我們有幾個方向 我們希望它是簡單 它開圓 而且它很完整 那基於這幾個理由 我們選用的這一塊叫 STM32F429的開發板 它是基於ARM Cortex M4的微處理機 那為什麼我們不使用傳統的DSP呢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應該用一個比較容易 算寫程式的平台 我們可以只用基語言 而不是用特規的組合語言來寫這個專案 那ARM 雖然是一個微處理機 可是在21世紀的微處理機 已經不是像8051那麼 對比較傳統的東西了 它其實速度已經到180MHz 它上面有FPU 支援SIM-D 其實整體上它的功能 帳面上看起來已經 遠比當年甚至Pen10的第一代的處理器 都還要來得好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時候 做點新的嘗試 那我們的軟體 除了自己撰寫以外 我們有使用很多大量的 Open Source的FMware 或是FreeSourceware 那麼 我們想法是 既然我們用21世紀的硬體 我們就用21世紀的開發方式 我們用別人的專案的成果 那我們可以做得更遠更高 那也會比較輕鬆 那我們用了有X1032Cube的 它是基礎Fremware FreeRTOS是幫我們做完 比較多複雜排程的事情 MuGFX可以讓我們很簡單的做出一個UI 那還有DSP 讓我們可以比較輕鬆的 在UX10語言撰寫DSP 就是訊號處理 音訊處理相關的功能 那我們系統架構大概是長成這個樣子 下面這些全部都是別人做完的 我們是用Free Software 或Open Source Software 做完的成果直接應用 那我們就可以完全Focus在最上面這兩點 就是我們實作的部分 那這樣我們可以把心理全部投注在這邊 而不是一些底層硬體互動的部分 那我們來談談取樣 一個音訊訊號大概長這樣子 那我們知道數位的世界是離散的 不是像這個紫色訊號它是連續的 所以當我們有一個離散的世界的時候 我們就會要取樣這件事情 那麼取樣會使用一個東西叫做ADC 叫就是類比數位轉換器 那當我們做取樣的時候 等於是把它乘上一個取樣函數 經過這個ADC會產生一個取樣的結果 那剛剛可以看到我們對一個訊號做取樣 這邊有個例子 那取樣完的結果 我們要怎麼把它重建回真實世界 類比世界的連續訊號呢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DAC 那當我們的數位訊號通過DAC的時候 它會產生這種階梯狀點 因為我不知道它是離散的嘛 所以這時候我們如果再用像連連看的方式把它連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重建的訊號 當然這個訊號跟本來的訊號會有一點點差異 但是這是如果我們取樣的點數越多 那這就會越相近 那數可以當作是一樣 那取樣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量化 就是這邊可以看到我們取了一個樣 那如果我們的儲存空間只有3bit 對於每一個取樣 就是每一隻綠色的那個箭頭 那有一些點沒辦法表達 就會被round到本來最接近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看起來跟剛剛有點差異啦 就會變得有點階梯狀 那這是為什麼會有雜訊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我們用的系統是12bit的系統 那大家聽的音樂CD大概是24bit 那取樣的話還有頻率的問題 就是兩個箭頭之間的間隔 那一般CD頻率是4100kHz的取樣頻率 那這充足的可以表達我們音訊的訊號 那麼但是我們會希望取樣頻率如果可以到96 或者是192越高越好 那樣代表我們越能夠重建原本的訊號 那我們的資料進來的一個pipe的結構大概像這樣 我們進來之後會先把12bit 變成一個32bit的數字形式 經過4個我們做的effect之後 再把它變回12bit最後輸出 那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剛好有4個效果 所以當我們在取樣的時候 那效果就要同時執行 那如果我們沒辦法再取256個樣 我們一次是取256個樣 之間去做完4個效果的話 那就會產生嚴重問題 所以這就是我們計劃最有挑戰性的地方 就是要在一個有限的時間裡面做完一定的事情 那這時候我們就想到說 我們要怎麼增加它的速度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用IC5的伏點數 那這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它速度不夠快 我們當時在做EQ這個效果的時候 我們接了一個它就不夠快了 那後來我們換成一個叫QNumbers 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叫定點數 定點數這種算法之後 我們可以接到4個以上的EQ 都是絕對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講一下定點數的算法 加法就跟指示是一樣的 它點位會固定 它其實就是一個整數 那減法就是一樣 是用補數加法的方式達到 那小數點是不變的 乘法的話 我們大家知道指示乘法 我們知道小數點是5位 那如果是浮點數的話 大家會把它換成 刻意的記號表示法來乘 可是定點數的話 我們會直接把它乘起來 乘起來之後呢 我們會把多餘的 像這邊本來是8位 那這時候多了3位 我們會把它射去 跟大家算整數的時候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算整數的時候 overflow 就是比較高的地方 是被去掉的 可是在這邊相反的是 比較低的地方 會被去掉 那我們用定點數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能夠用SIMD這種功能 什麼是SIMD呢 在數位訊號處理裡面 有很多種運算 可能是你同時要把兩個數字的位元 高位和低位拆開 然後相乘之後再相減 可能這個運算會跑好幾次 剛才有提到我們一次取樣是256個點 那我們就要對這256個點做處理 就要做256次 那一直重複做的話 如果我們有一個東西是特化的 那速度就可以提升好幾倍 像我們這個例子 後面這個例子 本來它應該是兩個乘法和一個減法 那總共要三個cycle 那如果用SIMD的話 那變成說我們可以在一個singlecycle裡面 就做完這件事情 那速度就等於是快了三倍 那我們也會盡量避免使用branch 就是我們會盡量不要用if這種statement 我們會盡量用function的方式來達到我們的效果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都用function 我指的function是數學上面 就是一個f of x 我們代入數值就可以到的結果 我們用這種方式去算出效果的話 我們的CPU的運算效率是被利用率最高的 所以我們會盡量不要用判斷的 都是用乘上某一個數字 或者是就是特定的算數 用算數的方式來得到我們的結果 那講一下我們什麼製作效果 我們製作效果其實我們一開始並不是用C語言 直接寫在這個平台上面 我們是用physen 我們用physen的原因是因為它的整數範圍是幾乎是無限大 那它浮點數計算上並沒有誤差 而且它可以就是繪圖 而且我們也可以在一個比較快的平台上面 先測完我們所有的功能 OK 那physen我們會做像這樣圖形模擬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眼睛比耳朵還要利 我們可以很輕鬆看出一個差異 可是聽可能有時候會聽不出來 所以我們會把我們的效果 我們有講到我們都是用數學的方式來實作 所以我們就把它帶到physen上面 把這個方式把它匯圖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變化是怎樣 那這邊講一個效果叫 distortion 還有overdrive 中文應該叫破音 那本來有一個橘色訊號 那橘色訊號 經過distortion這種東西之後 它會把它上下切掉 那這種做法有兩種 一種是用if 一種是用飽和運算 那這種處理方式我們叫clip 就是把它上下把它裁掉 那如果我們有說overdrive的話 就是乘上一個函數 我們取一個散函數 把它乘上去之後 它就會變得比較圓滑 那聲音就會有一點差別 那大家可能想說 什麼是飽和運算 飽和運算是一種特別的算法 是我們都知道 如果我們今天有一個數字 像16384 16bit 我們乘以2的時候 它會比它的最大值 32767還要大 那它就會overflow overflow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它就變得負的 這個不太好 所以我們會希望它 overflow的時候 就是被鎖在最大值 所以這時候 OM有特別支援保和運算 所以3276 3 2 16384乘以2的時候 比32767大 那就會被鎖在32767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算法 我們就只要把本來的橘色訊號 乘以2 它爆掉之後 上面的地方 就會被鎖在最大值 就自然會被clip 掉 那還有一個效果 叫compressor 這時候我們有一個 音訊訊號長這樣 在右邊橘色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 有大聲有小聲 那這時候 人耳在 忽大忽小的時候 小聲的地方 會比較聽不到 那這時候我們會希望說 在超過一定音量 變化大小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做一個 壓縮動作 就是compressor 那壓縮的比例 是可以變更的 像藍色紅色 是兩個不同的壓縮比例 那壓縮過後的話 橘色的部分 本來聽不到的部分 就比較容易聽到 因為你的變化量 並沒有超過人耳能夠 接受的範圍 那我們怎麼做compressor 我們計算聲音大小 是用rms 那rms 會用到開根號 那開根號 其實在運算上 是比較慢的一個 運算方式 那可是 rms 也比較能 卻比較能夠 完美的 重現音量的能量大小 所以 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那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還有做到一個 叫靜靜壓縮 就是說它剛進去 可以看到藍色 剛開始壓縮的時候 它是緩慢的增加它的壓縮比例 不是瞬間 這樣聽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的詭異 那還有個 接下來這個效果叫做 Empine Reverb 那其實它是相對比較簡單的一個 它其實就是把過去的聲音 疊到現在這個時候 那聽起來就有回音 就等於說 聲音打到一面牆傳回來 就過一段時間 可是這邊有遇到一個 嚴重的問題是 在微處理機上面 我們的記憶體大小 其實是 不是很大 那我們如果 只用上面的 RAM存東西的話 我們沒辦法達到 這種500ms 使用的範圍 那我們就 想到一個辦法 是我們用一個外部的記憶體 但是這也造成一個速度瓶頸 就是 外部的IO 造成說我們的頻率 只能被 所在4410kHz跟CD一樣 我們不能再更往上 因為IO速度不夠的關係 接下來講 最後一個效果叫EQ EQ是 所謂把一個聲音訊號 我們拆成三個頻率 那經過一定的 放大或縮小之後 把它加回來 我們用一個濾波器叫IR濾波器 它 我稍後會仔細說明 它是 resimple 本來 類比濾波器的那種 model 那我們怎麼設計這個呢 其實 我們是用MateLab來做設計 為什麼呢 因為算那個 系數其實是 挺 抱歉 是挺 麻煩的 那我們用MateLab設計完之後 直接把它的結果 可以直接完全銜接在 DSP library上面 所以我們的 設計 其實算很簡單 我們可以直接在MateLab上面 做一個視覺化 直接 寫出我們要在什麼頻率 做結值 這樣直接設計出我們的濾波器 那IR濾波器 其實 如果第一次看到它 會覺得它其實很神奇 它就是其實跟Delay很像 它就是把Delay過的資料 加回去本來現在的資料 然後再把它存起來 那只要經過 輸出這樣的Delay的過程 加回去之後 就可以達到對頻率濾波的效果 那這個model其實是 等於是等效於 類比的電路 那這個model的效能 也是相對來講 比較好的 相對於其他數位濾波器 那麼 我們還有 製作 Wave的錄音回放伴奏功能 也就是說 我們在 插上SD卡之後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聲音錄起來 或者是回放 那我們就可以幫自己伴奏 或者是我們可以從電腦裡面 下載一些 有人打鼓的節奏 然後把它放進去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出來 那我們可以做伴奏的功能 這樣子 那我們還有用 剛剛有提到的一個Library 叫MicroGFX 我們用它做我們的UI 那之前我們做UI的時候 我們都是自己寫繪圖的方式 的函數 那用MicroGFX 做一個間接 幫我們繪圖的動作之後 我們可以 像是VCO Studio那種 拖拉控制項 產生控制項的方式 做出我們的UI 那我們UI大概像長這樣 那 那 最後成品長的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感謝Fablet Tainan 提供我們雷切機 讓我們可以做出這麼漂亮的 木頭盒子 對 就是很土炮 可是我們希望做出來是一個 大家可以很簡單很 快速就可以重新做一顆出來 而且價格不高 然後才有容易取得 那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點 Live Demo的動作 我會簡單demo幾個效果 大家可以聽到現在有雜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有講過 取樣的時候會做量化動作 那我們的系統是12bit 比你的CD還要少了一半 所以就會有雜音出來 那這雜音可以聽起來很像 錄音帶啦 因為錄音帶只有8bit 所以小時候聽錄音帶雜音那麼多 就是因為量化的問題 OK 那 大家有在聽音樂的話 都有聽過什麼五月天那種 流行音樂或是搖滾樂 電吉他聲音絕對不是像這樣 這種如果拿來彈solo 彈solo的話其實 蠻low的 這其實很low 那我們通常會加上 我們剛講的第一學叫ditch雙弦的效果 攝影機要不要過來拍一下螢幕 我們選用這塊開發板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它上面有內建一個觸控螢幕的功能 我們可以選一個抵雙弦的功能的話 這個聲音跟剛剛其實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再把它拿掉 這個聲音其實相對來講比較乾淨 那如果我把它加一顆 把它加回去的話 抱歉 有點差別 那如果聽五月天那種歌的話 那絕對是這種聲音啊 OK 那這時候如果我們在ditch雙弦我剛剛講過它圓滑 那圓滑叫做overdrive 這時候選overdrive overdrive 它圓滑 圓滑其實可以調它的圓滑係數 就是你要圓滑百分之多少 那圓滑的程度會影響你聲音的差別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調這些參數是根據喜好 那有些人是根據像去模擬這種傳統的類比效果器 來調它的參數 那 overdrive和ditch雙弦大概就是做一個 這種 拉聲音變得破破爛爛的感覺 那compressor的話其實人耳是聽不出來 聽不太出它的感覺 可是 吉他的第六條弦 最粗的 和 最細的 在試波器上面它的正幅是差了五倍 那如果換算成能量的話是平方也就是二十五倍 那如果你在彈一首曲子 一直在交換這兩條弦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 那個最小車的很容易不見 那我們會希望說我們可以加一個 compressor 我們設它的thread hold thread hold就是我們在哪邊以上要把它壓縮下來 那還有壓縮比例 壓縮比例是這一個 那 那attack的話就是指的我剛剛說漸進壓縮 漸進壓縮需要多少時間 那我們可以選一個合理的時間 那這些參數的調整 其實都是根據每一首曲子會有差異 這樣大家可以 其實可以感覺出來 第一條弦 如果你同時彈奏全部的弦的時候 你突然從小聲變大聲的時候 它的聲音大小其實不會變化的那麼嚴重 那小聲的聲音其實繼續延續的時候你也是聽得到的 OK 那麼 那 reverb的話 我不知道這個場合聽不聽得出來 因為這講天氣其實蠻大的 那reverb就是我們會有希望說 我們模擬它延遲幾秒 例如我們延遲大概30mini second左右 那還要設定它 反彈回來之後 它的聲音要衰減百分之多少 這樣也其實有一個回聲的效果 對它其實有一個回聲的效果 相對於我把它拿掉的時候 那 這個效果器我們還有實作一個東西 是這邊有看到可以有四顆踩踏按鈕 這四顆踩踏按鈕的功能是有四個儲存功能 那標準的效果器在吉他手在表演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腳踩 因為兩隻手在彈吉他沒有空 踩這些按鈕來控制說我現在要從什麼效果 直接變到另外一種 因為你可能在前面在刷和弦的時候 跟後面你彈Solo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OK 那Equalizer的話 大家可以聽到現在是 我吉他手沒有聲音的 那 我現在刷一個和弦好了 那麼 如果我把Low的部分調高的話 其實有一個很淡的聲音是最低頻 非常低頻的部分是有出現的 那如果我現在只有把Mid調高的話 它只有中間的部分 那最後如果我把嗨調高的話 OK 它 它的聲音有點 有點小 所以 這個 IR濾波器在這邊有一個問題 是它的 在濾波同時它會改變這個訊號的放大的倍率 所以我們在這邊沒有特別去注意它 經過這個濾波器之後 會不會同時被放大或是縮小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整體上來講 它聲音很小 可是我們可以聽到說 它有成功的把高頻還有低頻中頻 全部分開再疊回來 所以對於一個本來 本來比較乾淨的訊號 稍等我一下 這是本來的訊號 那如果今天 我就可以把它做一個濾波的效果 那把它拆開做一定的調整 那聲音就會稍微稍微不太一樣 那這邊 大概就是這幾種效果 我們目前有實作出來 那其實因為它是軟體的 比這種類比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只要你寫得出來 我們就能夠做到這一種效果 OK 那麼 這邊 時間還有好一些 那我可以 覺得我調個重選 彈個一小段solo好了 不然可能大家覺得 沒什麼感覺 我這邊先用乾淨的聲音彈一次 這是本來電吉他的聲音 Sorry 好 這是乾淨的聲音 可是有聽過離開T-O表面都知道 絕對不是想講 這樣聽起來 超柔 所以 底重選加下去之後 耳朵可能會有點不舒服 那 大家可以聽到 底重選加下去之後 我在 這邊 和兩邊的那個 Clip調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通常會喜歡 在底重選前面再加上一個 Compressor 就是通常一個吉他手表演上台的時候 通常會 有這樣的 配置 就是先加一個Compressor 再進 Dish行程 這樣聽起來 聲音比較不會忽大忽小 這麼嚴重 那這樣比較 聲音比較小的部分 在整個一起彈的時候 它的Clip的程度 就不會受影響這麼大 那這樣彈起來 感覺應該是像 OK 大概是這樣啦 那 那 時間還有一些 那我 這邊 做個結尾 就是 我們的專案 OK 好 都有放在Giha上面 那有興趣的 想要幫我們優化的 想要把 雜音解決的 或是有在電吉他的 想要自己做一顆的 都可以上去看 那 Code都在上面 那板子買來燒上去 都會動了 我們除了板子以外 類比電路 就只有 一個 一級的放大而已 因為電吉他需要蠻小的 就只有稍微放大一下 那詳細的開發器 我放在HackPay上面 那麼 還有一些材料啦 我們也都寫上去 那 感謝 各位的聆聽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謝謝 請問後方 會中有什麼樣的 問題要詢問嗎 可以用前方的麥克風 對 按一下前面紅色的按鈕 或者是 對訊號處理有相關的 也是可以 因為其實對這個專案來講 我們一開始以為 只是對聲音座的處理 很簡單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它是 DSP的領域 是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 各位有什麼樣的一些問題 任何疑問都可以 就是有關於這個 Project啊 Muroc 的一些問題 我們要詢混的 喂 不好意思 我還在這裡 OK 那 我如果你是 如果想要做一個 像我自己也會談其他 那平常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類似簡單的東西 那 因為我不是電擊系的 那你可能需要一些 哪一些基本的知識 或是學課 欸 寫程式如果 不討論的話 其實最重要的其實是 訊號與系統 你們電擊系和職工系 應該都會有這種課 那這種課 這門課應該是最重要的 主要是你要了解 訊號怎麼表達 在類比還有數位世界的差別 那還有怎麼對它做處理 因為很多部分 我今天沒有提到 其實它底層是公術 那公術要怎麼做操作 我牽涉到很大部分 是對訊號的理解 所以如果你要做這個 基本知識 跟大學課程有關係的話 大概是三門課 一門是訊號與系統 再來是工程數學 然後可以的話 最好還是有數位訊號處理 的基礎知識 我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回答到 你的問題 OK 有 謝謝 謝謝 不知道還有沒有 會中有任何問題 需要提問 有嗎 喂 是 你好 好 我注意到你一開始的 投影片有提到說 你有使用FreeRTOS 是 就我知道 那應該是一個 Realtime Embedded OS 對 是 那我想請教的是說 為什麼你選擇 使用一個這樣子 Realtime OS 來作為你的 底層的管理 而不是直接讓它在 BareMetal 或者是其他方案上面運作 我用FreeRTOS 我們用RTOS 先講為什麼用RTOS 因為 我們不想要花時間 處理排程的事情 就是 我們取 是 同時在取樣的時候 CPU同時在運算 那我們希望這兩件事 不會打架 然後 我們可以即時的在取樣 取完256個點的時候 馬上 插入 過來說我要算效果 因為大家知道 我在邊取樣的時候 我邊算效果 除了算效果以外 我們剛剛有看到我們有UI UI同時也是算 我們只有一顆CPU 一線都是它在包辦 所以 我們必須要 快速的切換 而且切換的順序不能錯 所以我們用RTOS 來保持 我們 能夠在Dayline之前 達到這個效果 那為什麼用FreeRTOS呢 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用一個開源計畫 那而且FreeRTOS 比較簡單 比較單純 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的操控它 那我們也可以直接 自己去修改它 請問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的問題 有人有任何的問題嗎 有人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問一下好了 我要提問 你還有一個問題 你在設計這整個 電路啊 外觀啊 這些東西 那你們大概 呃 你們有先有背景知識嗎 就是比如說設計這個CASE啊 或是 沒有沒有背景知識 所以就是直接去 想辦法就把它畫出 這個CASE 就是 CASE其實相對簡單啦 就是用 那種類的Illustrator那種東西畫完 那Fablet台南有提供我們協助 就是 教我們如何用這些機 直接把土壤放上去 就可以把木頭切成我們要的形狀 那Fablet台南是在 Fablet台南 如果來自台南的朋友 Fablet台南位置在 台灣文旋館的側邊 的對接 就在圓環的那個位置 那 其實如果有台北的朋友 或者是 我知道台北啦 台北的朋友 在 中正經驗堂的附近 其實有一間Fablet 那 有興趣都可以過去看一下 因為 那邊用儀器的費用 基本上是只有送你公本費 就是 就是成本而已 不會對你額外 做盈利的行為 好 謝謝 那不知道各位會中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要疑問 好 那 如果我們這邊 如果之後還有問題的話 那 歡迎大家可以在 台下 就是可以再找 浪達 詢問 那我們這次再 再次謝謝我們的浪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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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